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读书风翻墙 夏不易如苗山 画家与大事 作儿老作爱梦荡 心语一丝流水 心马在游墙 只剩一滴滴雨 尽然的消瘦 读书风完全 夏不易如苗山 画家与大事 作儿老作爱梦荡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君子之辙 武士而展 小人之辙 武士而展 欲未得为孔子徒也 与司书诸人也 君子流传下来的得业 大约流传到五代就完了 平民流传下来的事业 大概流传到五代也就完了吧 我虽然不能做孔子的门徒 但是孔子的得业还没有断绝 我还能从他传授的门人身上学道 凡人的德责不过武士 聖人的德责万事流芳 我要成绩孔子的道传 传仁义之道 前人的恩责会断绝 但是学术思想就不同了 能够永久成传 而不会隔断 冯蒙学射鱼翼 下朝的时候 有一位叫冯蒙的人 他到有穷的国君后裔那里 跟随他学习射箭 我的国君 请您收我为徒教我射箭吧 没多久 他已经完全学会了后裔的箭设 如果我把他给射杀了 那我就成为天下射箭最好的人了 看见 你 其实这件事后裔自己也有错 老师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冯蒙学射箭于翼 而后来杀了后裔 一里说后裔并没有过失 看见 看见 可是孟子认为后裔仍然有知人不明教导有失的责任 从前郑国派了此夕如子去攻打魏国 魏国立刻派移工之私去追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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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他 拿不起弓箭来 看来 我这次非死在这里不可了 追我的是什么人哪 那是瑜工之私 那我就命不该绝了 鱼公之私是为国剑术最好的人 而你反而说命不该绝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因为鱼公之私的剑术 是跟尹公之他学的 而那个鱼公之他的剑术 就是跟我学的 别跑 鱼公之他是个正派人 那么他所选择的朋友 必定也是正派人 他已经追上来了 不用紧张 让我来应付 先生为什么不拿弓箭 我今天旧病复发 拿不起弓箭来了 我是学舍于尹公之他的门下 而尹公之他是学舍于先生门下 我不忍心用先生所教的剑术来杀害先生 但是今日之事乃国君之命 我也不能因私事而坏国家大事 鱼公之私说完之后 就从身上抽出四支剑 折去箭头 向天空射了四箭 结交朋友要小心 后裔不能了解人 才会被所教的弟子所害 所以后裔也有过失 我以后交朋友会小心了 那就看下一个故事吧 西子蒙不洁 则人皆眼鼻而过之 只有恶人摘戒沐浴 则可以祭祀上帝 就算是西施那么美丽的女子 假如她身上沾了不洁的东西 好臭啊 经过她身边的人都一样眼鼻而过 相反 就算是一个长得相貌丑恶的人 只要她能够静修心情 清洁身体 那么她也一样可以 拜祭上天的神明 有善不足事 能吃之不识 才算得上可贵 有恶不足律 能改过自心 就一样能够成为有用的人 老师 是不是不可以以貌取人呢 就算有美好的外表 如果做了坏事 其他人也会躲开她 相反 有美德善行 就算冒仇的人 也可以得到别人尊敬啊 世俗所谓不孝者五 世上有五种不孝的事情 第一种不孝 就是懒动手足 不肯去奉养父母 第二种不孝 只爱赌博下棋饮酒 而忘记料理父母的衣食 第三种不孝 就是喜欢财物 偏思自己的棋儿 不去照顾父母的需要 第四种不孝 只顾沉溺于耳目声色 令父母蒙羞 第五种不孝 就是好勇斗狠 连累父母 为人子女的根本 在家要好好奉养父母 在外面就不应该连累父母 老师 我一定会孝顺父母的 好 那你就乖了 何以育于人灾 姚顺与人同耳 其人厨子跟孟子说 其王